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肺癌患者 大家可能会联想到他们气弱游施要长期恶床 但其实肺癌患者一样可以做运动 而且还有很多好处 不如我们听听注册物理治疗师Syrus如何说 以前来说 就经常听人说有长期病患 我们就要多些休息 就不可以做运动 但其实现今的研究 其实指出适当的运动可以帮肺癌患者 提升他们的身体能力 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质素 同其数肺癌病患者都可以做运动 最主要来说就是要量力而为 要留意自己身体的情况 就不要令到运动令到自己有不息 最主要肺癌患者可以做一些肌肉训练的运动 以及一些呼吸训练的运动 肌肉训练的好处是可以增强肌肉的耐力 令到他们容易处理日常生活 而呼吸运动可以令到肺部扩张的程度好些 亦都可以令到他们的痰也容易出到来 他们可以每日都做低至中等强度的运动 亦都可以将那些运动融入在生活当中 例如坐巴士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个站落车 走少少路 这个5至10分钟的步行 都是运动的一种 不过肺癌患者 和一般人的身体状况始终有些不同 所以在做运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 有些劇烈的运动 例如打球暂时就不适合的 可以先做一些低至中等强度的运动 慢慢令到身体适应了之后 之后也有机会可以做运动 做运动的时候 其实可以留意自己身体 其实身体也会告诉我们 究竟运动是否适合的 如果做运动的时候觉得很不舒服 胸口围着痛 又或者面青口唇白 流入冷汗 这些其实就是身体告诉我们 一些仔细以我们停止的 SARS接下来 便会示范六组适合肺癌患者做运动 接下来我会介绍六个动作 这六个动作需要一条橡筋带的配合 这些橡筋带可以在一般的运动铺 或者医疗用品的店铺都找到 它有不同颜色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阻力 又或者如果你不想买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橡筋绳 一条条地穿起它 一条绳子做 都有相同的作用 我们首先做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将一条橡筋带 拿在胸口前面 两只手在肩膀的阔度 我们做的时候 慢慢拉开一条橡筋带 去到差不多了 接下来收回 我们留意呼吸 拉的时候 我们就呼气 慢慢收的时候 我们就吸气 重复做五次 吸气 接下来呼气 我们做的时候 就要留意身体的姿势 要挺直 不要含起背 它可以增加背肌的稳定性 我们做完五次之后 就可以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休息一会 接下来第二个动作 就是训练我们 都是后背 和肩膀的肌肉 我们都像刚才那样 拿着一条橡筋带 今次我们把这条橡筋带 放在头上 做的时候 就慢慢拉开 和拉下 然后慢慢 翻上去 也是 拉开的时候 我们记住是呼气 慢慢上去的时候 我们吸气 那这个运动 就配合呼吸 那我们做的时候 就觉得肩膀和背部 有少少累的感觉 那就正确了 那也是重复五次 做完 接下来的两个动作 我们就是用一只手 首先我们做右手 做右手的时候 就左手放在大腿 右手拿着橡筋绳 慢慢拉高它 然后收回 再拉高 那我们做的时候 就会觉得我们的上臂 肩膀和肩膀是正确的 又是重复做五次 吸气 拉的时候呼 吸气 再呼气 好 做完右手 就重复左手 做左手的时候 右手放在大腿 左手慢慢拉高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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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拉高的时候 我们呼气 接下来慢慢吸气 接下来 接下来 两个动作 就是用这两条橡筋绳 对角 拉开 先做右手在上面 然后打斜 慢慢收回 都是重复做五次 好 做完这个五次之后 就右手在下面 左手在上面 慢慢对角拉开它 慢慢拉开它 兩邊對角拉開 這個動作也是訓練背肌和肩膀的肌肉 做的時候應該兩邊都會感覺到有少少酸軟的感覺 接下來有一個簡單的呼吸運動可以試一下 做的時候攤開兩隻手 慢慢拍到上面 做的時候可以打開呼氣 慢慢吸氣上去 呼 呼吸 再呼 這個動作也可以重複做五次 接下來會有一個伸展的運動 最主要是放鬆我們胸口前面的肌肉 做的時候我們就用牆手捉住 左手大高 公布站前後腳 做的時候慢慢把身體捉向前面 做的時候就會覺得 左邊的胸口去到肩膀有少少拉扯的感覺 定住在這個姿勢10秒 做完左邊之後我們可以同樣做右手 對 公布站在這裡 右邊的胸口有少少拉扯的感覺 我們定住10秒 可以重複五次 多謝SARS為我們示範這六組的運動 是否簡單又以學呢 各位肺癌的病友 記住要經常做運動 提升體力 這樣才可以對抗癌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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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